錄製的部分的話,就是資料剖析啦,所以我這邊有個錄製好的結果,就是可以把它資料剖析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資料剖析錄製的,當然雲端上也有,所以你也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的資料,雲端上面的資料這邊有 那步驟這邊都有啦,123455個動作,所以請你把這5個動作試著做,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資料剖析的名稱,所以我們這地方的話,我就把這個名稱 偷攬一下,來,我們錄製給各位看,1 游標先放外面,那我就開發人員錄製聚齊,名稱叫資料剖析,按確定,那我第一個要做什麼呢,游標放D D1,然後呢,1輸入之後的話,按架Ctrl鍵向右拖拉到6 等於是產生6個欄位,1到6號,2的話,游標放在B2 向下選取就Ctrl-Shift向下,把這個範圍整個選起來 選完之後呢,再到資料裡面做什麼,資料剖析 剖析的時候用什麼呢,分隔符號,下一步 逗點,下一步 然後剖析到哪裡,關鍵這裡,大家好像同學沒有,如果沒有選別的位置,他會蓋過去,所以選這裡 這邊,他會把資料丟丟丟,丟一直往這個,我指定的位置開始丟,按完成 全部都OK了 那最後呢,請你把B欄給刪除,因為B欄就多出來了,所以把B欄這一欄 整個選起來,按一下 右鍵 刪除 好,錄完了對不對 記得喔,把開發人員停止一下 我們資料剖析,這個地方的話 資料剖析就有了,編輯一下 什麼號碼 什麼 有嗎,有問題嗎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喔,你會發現,我錄字好的,跟雲端上面哪裡不一樣呢 雲端上面,有沒有綠色的字啊 這個綠色字是自己打上去的 也就是說,本來他錄完之後呢 他就是從頭到尾,程式就寫這樣子 但是呢,如果你希望比較能夠看得懂的話 我是建議有沒有,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加註解 單銀號開頭就OK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當然喔,我們就已經全部完工了 完工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喔 不過你會發現他module1變module2,你可以把 乾脆把它搬過去啊,剪一下,全部放module1底下也可以 把它貼上到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全部把它再run一次之後呢 就OK了 不過因為我開了兩個檔 我開到另外一個檔,應該是 應該錄到 應該是這邊好了 把它貼到這邊了 所以呢,將來我會有一個什麼呢 刪除列 然後有資料剖析 所以呢,我可以在 批示 下載的地方下面做什麼 就是 這邊的話 再到這邊先做一個刪除列的動作 所以 我可以呼叫他就可以 把這一段程式呢 在這邊執行 所以你可以什麼 call call什麼呢 刪除 列 所以把這個刪除列名稱 複製過來 這邊的話就是 等於是第2個步驟啦 第2個步驟的話就是 做刪除列 然後第3個動作的話呢 我們就是資料剖析 所以刪 是call資料剖析 那你也可以 call 意思就是我 層次不用把它搬過來啦 我用呼叫的方式 然後資料剖析這幾個字 把它複製過來 中間加個空 再來的話 藍寬 我們好像還有一個藍寬 藍寬要自動調整的話 其實你只要記得一個物件名稱 column C-O-L-U-M-N 加S 列叫Rows 藍的話叫Colens 他如果要自動調整藍寬就點一下 叫AutoFits 其實你這邊選應該可以找到嗎 AutoFits 顧名思義嘛 自動 調整 什麼藍寬的意思 所以自動調藍寬就這一個 那這個地方意思是說呢 他可以藉由 自動調藍寬做什麼呢 如果你藍寬像剛剛這邊不是有這個嗎 你如果執行這個 他會自動幫你調整到剛剛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做完的話 我們就 全部一次 就可以把它執行 看看好了 這邊已經 跑完之後 然後刪除列 我們把它全部執行 那你會發現 我知道 這邊我 我的程式這邊好像是剛剛有 把它 這個R好像沒改到 如果R沒改到的話那就變資料 就會變成分開來的 加一個R 所以 1到16頁下載 然後分開來刪除 資料剖析 剛才射中斷 射中斷點 再跑一次好了 你可以開新資料夾 然後 這邊跑一下 所以他全部下載 其實還蠻快的 1到16頁 跑下來對不對 刪除列 我們確認一下 刪除列 這邊有嗎 那我讓他跑一下 跑一下就是直接執行一下 沒有了 資料剖析 幫我全部剖過來 所以剖析 剖過來了 但藍寬還沒調整 所以AutoFist 這一行是做什麼 你會發現現在藍寬 都不OK 這邊也不OK 那AutoFist這一行是 全部的藍寬幫我 變成 合適的藍寬 有沒有發現 他馬上自動調整了 這樣的話程式就完成了 OK所以今天的練習 大概就做到這裡了 所以 應該做完的結果 在雲端上也可以看到了 反正就是 刪除列 資料剖析 藍寬自動調整 Ending 然後呢 再來就是統計一下 告訴我前七名的號碼 是哪七個號碼 那當然你就可以參考了 如果下課 你們應該沒有在買這東西吧 大樂透 如果有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幾個號碼 隨便可以 讓你中大獎 沒有任何廣告嫌 不要誤會 我們上課重點是 在學VBA 不是算名牌 因為網路上真的有YouTube 有人直接就發問題問我 可不可以 單獨教他如何算名牌 昏倒了 OK 這裡的話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有有有 今天的練習就到這裡 就是 到那個 全部扣完就可以了 就是刪除列 資料剖析跟自動調整欄寬 那 大樂透的統計分析部分的話 下一個禮拜你們在練習好了 怕給你們負擔負擔太大了 大概就做到那個 這個 就是資料剖析 你把資料剖析再錄製一下 但我們現在才能保持一下 對 我們來參加 我們有的 安排 充電 動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